各位杰斯的家伙们大家好 我是Alvin 今天主要要来跟大家说明 关于我们近期所有伙伴的后台 都有一个新的面板的改版 所以要让大家更快速也更熟悉的 来帮助到各位可以知道 我们这个新面板的功能有哪些 那首先我们来看到 在登录会员的这个后台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也现在这个图片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显示 那在最最左边呢 您可以看得到什么 您可以看得到你目前当下您的级别 那再来呢 你也可以看得到合格的部分 那这边的合格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边的合格并不是代表你这个月重销合格 这个合格指的是你目前已经达到合格金销上的状态 所以它会显示一个勾 那再来就是活跃 活跃的部分就是意味着你本月已经完成 个人的60cv已经达到这个资格的条件 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页面上呢 有一个下一个级别 也就是依照您目前的级别 您要往下一个级别迈进的时候 您可以看得到下一个级别所需要的一个条件 所以呢在面板上您也可以非常快速的看到 你左区合格的金销上有几位 右区的合格金销上有几位 那以这一个伙伴的状态呢 我们来看他左区合格金销上有11位 然后呢右区有7位 那他在左区的金销上人数高达33位 右区有37位 所以在这个面板上呢 您其实可以非常快速的看到 您目前自己团队当中 您的左区合格金销上 右区合格金销上 以及左右区的人数 那再来呢 会有一个这个下方显示 您目前左区跟右区的这个积分 就是您消费碰曲红利的部分 都可以非常快速的直接在页面上 看得到目前的这个碰曲数跟状态 好当然在左下方这边呢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他这个最近的实比 最近实比他的这个消费红利积分的一个 产生的一个时间 奖金碰曲产生的时间 还有呢他最近近期推荐的这个人数 我们都可以在这边看得到 OK 好 再来呢就是 每个伙伴自己 他完成这个预购订单的一个时间日期 所以在这边也非常显示清楚的告诉你说 他的预购订单到期日是到2020年的5月27号 那在上一次执行的时间是9月27 那下一次预计执行时间是在10月27号 所以呢在这个页面的新面板上面 我们真的可以快速导览游览到这个伙伴的状态 你目前整个团队经营的一个情形状态 还有您自己是不是已经达到火药 以及您当月需要重销的时间 重销是已经完成 都可以非常快速的在这个面板上一登录的时候 其实就一目了然 当然在这边也可以在您团队的特定时间内 您也可以看得到这些特定时间内的一个销售额的部分 好 再来就是我们的佣金 佣金的部分呢 这边用百分比跟金额来显示 为您呈现每一种佣金的一个状态跟情形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方呢 有一个这个查看详细讯息的部分呢 您只要点进去 就会直接跳到您的佣金报表里面 所以您也可以自行到这边去查看 所以简单来说呢 我们这个新的面板 其实它就是一个快捷的功能 把原本您可能要从这个我的业务里面啊 加上组织报表里面 一项一项点进去看 它其实就很快速的呈现在了一个页面里面 让你可以直接快速 一扫而过就可以看得到你目前整个 情况跟状态 那当然呢在这个面板的最下方 也有更多的这个 相关的一个讯息 以及购物车的部分 都可以在这个面板上非常快捷 快捷键的概念 直接呈现在您的面前 那您可以用最快速的方式 一目了然的导览过 好 那当然会因应各个级别的不同 我以下呢 也会来介绍一下 每一个相对应不同级别的这个伙伴 他们在后台呈现的一个状态 面板也会稍微不一样 OK 好 那这个是我们刚加入的一个经销商 它的面板呈现就会是这样子一个 看起来就非常干净 非常简单的一个部分 有没有看到它的合格状态还是差 然后它的回家状态还是差 这个部分就是因为刚刚加入 它也还没有完成这个合格经销商 就是必须在它的左区跟右区 各推荐一位 一样用100CV的条件加入的伙伴 所以目前它的状态显示是这样子 好 所以 这边下一个级别就是我们的合格经销商 好 所以在合格经销商这边可以看得到 它跟我们刚加入的伙伴 唯一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两个级别当中呢 我刚加入的新会员跟我们的合格经销商 你可以看到我特别有一个红框框 框起来的部分 就是窒息后台的地方立即开始 这个地方呢 在新伙伴加入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快捷的功能 点进去 我们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里面呢 有针对公司 产品 还有奖励计划 还有新人起步的工具 以及了解你的网络办公室 这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 美国总部呢 制作的影片 所以你看如果我现在点进公司里面 就有了解创办人的视频 了解Scar的视频 那我点到产品里面呢 有针对细胞优化管理的一个 视频影片 那针对奖励计划呢 也有 甚至有我们的北洋大会的视频也在里面 新人起步的工具 点进去 它也有 跟你这样分享 怎么样呢 来做一个什么 意义处理的视频 然后如果邀约的视频 这边都有针对新人来讲 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那了解你网络办公室里面呢 你看点进去看 也有这么多的一个视频讯息 来提供给我们的新加入的伙伴们 可以善加的利用公司的这个工具 OK 好 那再来呢 因应刚刚讲的 不同的级别面板显示的状况 也会不同 像这个是翡翠级伙伴的一个面板 那一样都可以看得到 他自己左区 右区的经销商 以及合格经销商的一个人数 还有自己每月是不是完成到64CP的条件 那这个呢 是我们珍珠级别的伙伴 那你看 他下一个挑战级别就是 蓝宝 那因为刚刚一开始介绍的面板 是用蓝宝石经销商的伙伴面板介绍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蓝宝石经销商 你看他下一个级别是蓝宝25 所以在这边也会看得到 他目前的碰局 已经达到了这个消费积分红利的48 所以表示呢 他晋升这个蓝宝25的部分 他是不是已经达成跟完成 所以在这边就可以很快的 一幕了然 知道您目前自己的级别状态 以及下一个级别挑战的部分 您是不是已经达标跟完成了 所以在每个级别状态的面板 他会有稍微的一些不同 那当然到了我们的总裁级别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再多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团队讯息的面板 团队讯息的面板呢 它也是一个快捷的功能 让你知道你目前团队中有多少位的经销商 以及您的下属每个级别有多少位经销商 就是一个快捷的功能显示 可以让您看得到 那也告诉您这边 你看在红宝石集总裁这边还有特别有一个 合格级的这个蓝宝线 所以让您知道你目前自己的合格蓝宝已经完成了几条 所以这边的话 在这个新的面板的部分 其实它就是一个快速 然后呢让你可以直接知道说 目前你已经达成的进度 往下一个级别挑战的进度到哪边 我们还要还有多久的时间 自己可以去控制一下来达成跟完成 那这是我们绿宝石集经销商的一个面板 就会发现多了一个这个团队讯息的功能 那每一个级别呈现出来的状态 以及这个市场的这个这个下一个级别的条件 会有所不同 所以它呈现出来会不一样 那必须要跟大家讲 在当下您登录进去看得到的部分呢 在左边的部分是当前 当前的一个级别 那另外要提醒大家 关于这个面板的更新时间 就目前来讲 我们知道它一天会更新一次 那更新的时间是在美东时间的凌晨三点 所以呢伙伴也不需要着急说 我为什么已经有推荐新人加入了 但是呢在这个我的面板上并没有更新 这边特别提醒大家 这个新版的这个后台页面呢 它是每天美东时间凌晨的三点钟 会进行做一个更新的动作 这边要提醒大家 也让大家知道 OK 那今天呢 我跟大家做这个新版的这个 后台说明的介绍呢 就到这边 那也希望各位呢 观看以后能够更清楚 更明了的知道说 整个后台页面的更新 是为了帮助大家 可以快速提升来发展您的事业 那你也可以更清楚 更明白的知道 目前自己的一个团队状况 以及情形 OK 那今天的课程呢 就介绍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 拜拜